在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呢 咱们看一个问题 比如说 我想从终端上输入两个数字 求这两个数字的平均数 这个应该怎么做 相信大家都有这个能力 能够写出这个程序 我可以声明两个变量 然后呢 从终端读取这两个变量的值 从终端读取两个变量的值 然后呢 我输出 两个变量的平均数 a加b 再除以 2 我们看一下 比如我输入的两个数是 4和6 平均数就是5 这是输入两个数的平均值 如果我想求三个数的平均值呢 也很简单 那么我们就声明三个变量 这就应该是除以3了 8,7,6 平均数是7 但是呢 有的时候 三个变量也不够用 比如说 我想 我想这个 求 20个数的平均值 哦 那有些同学说 没关系 我们可以声明20个变量 a,b,c,d,ef,d 反正字母有26个 哎 或者有的同学说 那我不用那么费劲 我可以声明 int a1 a2 a3 a4 等等 到a20 即使是用这种方式呢 声明起来仍然是非常的费劲的 实际上呢 我们有更简单的办法 可以一次性的快速的声明 20个 int类型的变量 哎 就是这种写法 那么这种写法下 我们称为 称 a为 20个 元素的 数组 每个元素 都是 int类型 换句话说 咱们说的非常通俗一点 这个式子就表示 一次性 声明了 声明了 20个 int型 变量 大大的节省了我们的 工作量 一次性的声明 20个 int变量 这20个 int型的变量 是什么呢 是 a0 a1 a2 等等 到 a19 对 这20个变量 是 a0 到 a19 不是 a1 到a20 一次性的声明了 20个 int 类型的 变量 a0 到a19 我们可以使用 a0 a0 是一个 int 类型的 变量 我们也可以使用 a1 a1 也是一个 int 类型的变量 是 一共20个 int 类型的变量 那么有些同学说 我怎样才能 我怎样才能 读入 20个数字呢 怎么才能用 sqf来读 20个数字呢 在这儿呢 我们说一下 这个0 还有这个1 我们称它为下标 下标 但是下标呢 不是一个 或者说 不 必须是一个 数字 可以是一个 表达式 可以是一个表达式 这个给我们很大的启发 也就是说 如果我写 a1 等于10 这是可以的 我同样可以写 a0 加1 等于10 因为这儿是一个表达式 它的表达式的值 仍然是a1 或者我也可以写成 a3 大于2 等于10 因为3大于2 这个表达式的值 也是1 我们编译一下 我们看到呢 没有任何的错误 没有任何的错误 因为这三个式子 都表示的是 将a1 复成10 好 比如说 我们声明20个变量 20个变量 如果我想给a0到a19 都读取一个数字 我们可以写一个 inti 等于0 然后写个will i will1 也可以 或者是 willi 小于20 scanf d 我们要读入的是 a0 a1 a2 a3 如果我们想给a0读一个值 那应该是 a0 加一个取地值符 因为a0是一个整形变量 取地值 用来读数 用来读数 如果我想读取a1的话 那应该是 a1这个整形变量 取地值 如果是a2 那就是a2 取地值 这就跟我们声明一个 int形的变量是一样的 那么 如果我想给每一个 a0到a9 每一个 变量全都读一个值的话 我可以写 ai取地值 循环第一次 i是0 那么 ai呢 就是a0了 然后在这我添一个i++ 循环的第二次 i是1 那么这就是a1取地值 循环的第二次 我们是给a1读入一个数字 依此类推 循环执行20次 从a0到a19 都能附上一个值 如果我想求a0到a19 这20个数的和 或者是它的平均数的话 我可以写一个sum sum表示和 它的初始值是0 然后 每读到一个 ai 每读到一个数字 a0读到一个数字 我让这sum 加等于 ai的值 那么循环的第一次呢 它加的就是a0 因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循环的第一次 i 等于0 第二次呢 i是等于1的 那么我们加的就是a0的值 a1的值 a2的值 读到一个数 把它的值加上去 然后呢 我们可以打印一下平均数 百分之 应该是用sum去除以20 因为是20个数 这儿呢 我们得把这个换一下 因为这个 i嘛 i一开始是0啊 我们应该是用 让这个sum去加上a0 加上a1 应该是 先去加上a0 然后再进行 i加加 对吧 我们运行一下 我们输入20个数 我们输入20个数 还挺难输的 20个数 123 123 4567 8 90 到20 平均数 应该是10 应该是10 大家可以自己去算一算 去算一算 这个东西 a就是叫做数组 就叫做数组 声明一个数组 int a20 就相当于声明了20个 int 类型的变量 这20个变量是 a0 a1 一直到a19 是a0 a1 一直到a19 这几个变量呢 在这个内存中啊 它有一个特征 数组里的变量 a0 a1 a2 a3 这些变量 它们是紧挨着的 比如说 比如说 a0 我们知道它是int 类型 它是四个字节 咱们用一个x来表示 如果这个是a0的话 那么咱们下四个字节 咱们用o来表示 那么这四个字节 就是a1 这四个字节 就是a2 什么叫字节 想一想 计算机的内存 就是一个一个的开关 每个开关 可以用开合关两种状态 表示一个1 或者是一个0 比方说用一个开关嘛 它开就是1 关就是0 或者关就是1 开就是0 每八个这样的开关 我们装在一间屋子里 这个屋子我们就说是一字节 或者说八个开关分成一组 这一组就是一字节 这个咱们很早以前就说过了 这就是字节嘛 a0呢 是int类型 它占四个字节 48 32位 32个开关 a0 a1 a2 a3 a4 它们在内存中的位置 是相邻的 是相邻的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数组这个类型 比如我声明了一个 int a10 它表示的是 10个int类型的变量 那么我们说这个a 就是数组 我们看一下 它应该是 a应该是 什么类型呢 我们说 你要看一个变量的类型 首先就找到这个变量的名字 怎么找变量的名字呢 因为变量的名字是标识符 字母数字下滑线 a就是这个变量的名字 那么它是什么类型呢 盖住a 我们盖住a 剩下的就是a的类型 所以a的类型 对是这个 a不是int类型 a要是int类型 a就不是数组了 int类型是整形 a要是int类型 它就是整形了 a是什么类型呢 是数组类型 是10个 int元素的数组 10个 int元素的数组 sizeoff我们说过 它可以用来测一个变量的大小 一个长量的大小 或者是一个类型的大小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 int b 那么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那么它就可以sizeoff b 也可以sizeoff b的类型 sizeoff b和sizeoff b的类型 它得到的值是相同的 b呢是int类型 四个字节 那么a呢 其实是这个类型 是这个类型 a的元素是 a0 a1 a2 a到a19 这些变量 我们说这些int类型的变量 它是叫做 a0 a1 等等等 称为 数组a的 10个 10个 元素 它的每个元素是什么类型呢 数组呢 数组 是相同类型变量的集合 相同类型变量的集合 相同的10个变量 它们类型是相同的 10个int变量的集合 就是咱们这个a 这个a就是10个int变量的集合 那么我们说 a0 a1 a2 它们都是int类型 它们都是int类型 但是呢 我们同样可以声明出 其他类型的数组 比如说 c 那么这个呢 就是 float c float5类型的数组 c 它表示 声明5个float类型变量 声明5个float类型变量 它的类型是 盖住c float5类型 稍微协了 220 2 5